这一题是一个为七分的问题 他现在说有一个三次函数 跟另外这个一次函数 在s等1的情况相切 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跟我们说fx-gx 这个东西在s等1的时候有重根 所以这边呢我们其实可以写着 s-1的平方 再乘上一个 一个ax加v 那我们现在他知道这个是三次的 首相系数为正 但是这两个图形呢 就相减之后就焦点 相减之后就变成是在找根 可是他只有一个焦点 这个方程式他没有其他的那个 他只有一这个 十根 所以表示说他这个其实是 三重根 所以这个东西呢 他其实会写成a乘上 a-1的三次方 所以这题的解题关键就是 因为他是三次的 那不会只有两个 两十一须 这是一定是三个十根 重合在一起的 有了这样子呢 我们再来看这一题就比较快 第1个带1的时候呢 f1-g1 刚好这里会等于0 所以a是对的 那接下来 两边微分 那一样 f'1 这边微分就变成 3a的 a-1平 带1的时候呢 这边会得到的是0 这s等1带进去的时候 这边也会是0 那再为两次 为两次的时候 一样这边也会是0 abc都会是对的 f'1-g'1 那这边就变成 6a的x-1 然后再带s等1 这边会是0 然后对于 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看这个式子好了 就是这个式子 如果这里改成x的时候呢 对 这边 这个式子要等于0 也是只有1合一 那这边要等于0 一样都只有1 才会让它等于0 所以d跟1呢 就都没有其他的a 可以使得它为0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abc 所以关键的就是说 从原本重根 我们知道 相减之后呢 有这个因式 但是又只有一个焦点 所以知道 他们相减完 要得到这个式子 事实上 1呢 其实就是这个f的一个反曲点 他们交在 他们的反曲点的地方 然后呢 现在 我们下车就在这边 我们下车就在这个分别的地方